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六十一集 三夕之后 提督府内响起一声极凄厉的惨叫 声音直接划破了安静的胶州夜空 传得老远 听那众人猛然一惊 根本来不及说什么 于暗机之下 胡乱抽出兵器 便往远后跑了过去 虽然没有人敢相信 堂堂胶州提督府内会出什么事 但那一声凄厉的惨叫 却不是假的 当萧波的眼睛有些怪异 他没有走 只是古怪的盯着反贤 反贤却是看都没看的 皱着眉头 涌现出一丝极浓重的担忧 说道 难道来晚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他已经一把抓着 哇哇乱叫的胶州之州 无隔飞 山形一飘 便与那些皇级的水师将领们 一道来到了后园之中 后园之中 一片血泊 七八名提督府亲兵惨握血中 有的尸首分离 有的胸口血洞森然 那些娇州的文官们见此场景 不由吓得双腿发软 而水师的将领们 却是死死地盯着血泊之后的一个黑衣人 表情激动无比 似乎恨不得冲上去 将对方撕成碎片吃了 但他们只是黄结着愤怒着 却根本不敢有一分异动 因为那个蒙面人 他的手中正提着胶州水师提督 长坤大人的身体 一道鲜血缓缓从长坤的身上流下 滴在地上 而这位胶州土皇帝的头 却是滴着的 不知道是生是死 看着满原死师与提督大人 生死未知的身体 水师众将 眼眶欲裂 早已经红了眼 这些常年在海上杀人的强悍将士们 哪里能想到啊 居然有刺客赶在胶州行刺 赶当着自己这么多人的面 杀死了这么多兄弟 放下大人 你个王八蛋 把钱放下来 众将官吼叫着 将那个黑衣人围在了当中 但所谓投鼠忌器 自然是没有感动的 半嫌冷漠地将胶州之州 无隔飞放下 望着场地里的黑衣人 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果然道得比我早 当萧波在震惊之后 已经醒了过来 他深深地感觉到了 这件事情里边有古怪 为什么监察院提斯大人 会轻之较州 为什么会直闯寿宿宴 而不是暗中办案 为什么范贤先前的表情 似乎表明了 他知道有人来暗杀提督大人 为什么刚才范贤说 对方道得比自己早 他的脑内在快速地运转着 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与东海上那座小岛有关 只是他不是常坤 他不知道军山会这个存在 只是隐隐知道自己的提督大人 是为了某个组织效命 于是听着范贤那些刻意 做出来的话语 不免陷入了一个荒诞的想象之中 当小波有些着急 盯着那个黑衣人 看着他手中的提督大人 太阳穴有些红辣辣的痛 暗想 难道是朝廷要调查那个组织 所以那个组织要杀提督大人灭口吗 这才引得小范大人屈尊亲自牵来 不然范贤先前为什么那般着急呢 只是这个想法还不足以说动他 他的心里对于监察院也存着一丝怀疑 此时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范贤 半嫌双眉紧锁 看着血泊之后的黑衣人 说不出的担忧和担心 还有一分沉重感挥之不去 都别过来 谁过来 我就杀了他 黑衣人撕着声音说道 话语中带着一丝力狠和自信 水师提督 这是一方大园 他的生死必然要惊动朝野 而且会影响到 浇州水师的所有人物 所以此时园内一杆水师将领 虽然着急 却是根本不敢怎么动 生怕那个黑衣人的手稍抖一下 常大人的头颅便会被割下来 提督府外面的水师官兵 早就已经围了过来 占据了院墙的制高点 纷纷张弓以待 瞄准了园中的黑衣人 被军队包围着 黑衣人还能怎么逃呢 只是也没有人敢下令进攻 水师的将领们都不敢担这个责任 极恼怒又小心翼翼地 看了浇州之州一眼 至少从名义上讲 这是发生在浇州城内的事件 理应由浇州之州处理 浇州之州被这些狂热的目光烫得一惊 从先前的恐惧和害怕中醒了过来 开始在心里边骂娘 心想啊 你们这些狗日的水师啊 平日里根本瞧不起我 这时候出了大事了 却要推我出来 到你们前面去挡箭 我才不干呢 浇州之州咬着嘴唇 此时园内地位最高的 自然就是那位刚刚闯进寿宴的 监察院提子大人范贤 于是众人都眼巴巴地瞧着范贤 水师将领们却是有些害怕 这位小贩大人 可是出了名的不热爱生命啊 听看中朝廷颜面 如果他让水师儿郎们放箭 提督大人可活不下来了 范贤却依然是眉头紧锁着 往前站了一步 盯着那个黑衣人说道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但暗杀朝廷命官 已是抄家灭族的死罪 我叫范贤 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 就算我今天放你走了 可我依然能查到你是谁 请相信我 只要让我知道你是谁 你的父母 你的妻子儿女 你的朋友 你幼时的同伴 你的相亲 甚至是在路上 给过你一碗水喝的相付 我都会找出来 她的唇角泛起一丝温柔的笑意 而且 我都会杀死 厂内一片安静 只隐约听见官员们急促的呼吸声 与院墙之上弓箭手 手指摸擦弓弦的声音 一位水师将领 心中大海 心想 紧要的是救回提督大人 范贤这般恐吓 能有什么后果呢 正准备开口说什么 却被党萧波皱眉事宜住嘴 党萧波用古怪的眼神 看着范贤的侧影 知道范贤这一番言语乃是公心 范贤望着黑衣人 缓缓说道 放下提督大人 交代清楚知识之人 我便只杀你一人 你也可以杀死提督大人 然后我会杀了你 同时杀了先前说的那些人 范贤盯着他说道 这个世界上 但凡与你有关系的 我都会一个一个的杀死 党萧波心头烧定 知道提督大人这个法子 乃是绝境之中 没有选择的办法 就看那个刺客心房 会不会有所松动 小范大人 黑衣人嘶声笑道 真没想到 你会来交州 这次 有些失算了 和我没什么关系 就算我不在 你也逃不出去 范贤冷漠地说道 倒是本官没有想到 你们居然会这么快动手 黑衣人顿了顿 忽然冷笑说道 不要想套我的话 我只是来杀人 我可不知道 为什么要杀这位提督大人 是吗 范贤又往前走了几步 微笑说道 你和云大家 怎么称呼啊 云大家 东夷城 剑术大师 云之兰 四顾剑的首徒 园内众人 面面相去 咱们也没有想到 范贤的这句话 尤其是水师的将领们 更是心中震惊无比 郊州水师 一向与东夷城 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东夷城 为什么会做出 今天这种事情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过能够在提督府外的重重保卫一下 闯入府内的 并且就在离政厅不远的地方杀死这么多人 确实也只有东夷城那些酒品的刺客 才做得出来吧 将领们对着黑衣人怒目相视 但碍于范贤与监察院的人在身边 根本不敢骂什么 党小波依然不相信自己潜意识里的那个判断 依然不相信那名黑衣人是东夷城的人 火不吉然 那名黑衣人冷冷地说道 我不是东夷城的人 云之兰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至于四顾剑那条老狗 更不要在我面前提 就算对方想隐瞒身份 如果真是东夷城四顾剑一脉 也不可能当着众人的面 称四顾剑为老狗吧 听着这话 众人都知道范贤的判断错了 这名黑衣人一定另有来路 范贤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似乎想不到黑衣人竟然不是东夷城的人 轻声自嘲笑道 看来 比我抢生意的人还真不少 黑衣人冷漠四声说道 放开一条道路 在城外三里处 准备三匹马 与三天的饮食清水 我就把手上的人放了 我怎么知道你手上的人是死是活呀 范贤的话语 语气比他更冷漠 显得更不在意肠坤的死活 黑衣人愣了愣 也许是知道在言语和谈判上 不是监察院的对手 干脆闭了嘴 你不怕我在饮水之中下毒 范贤继续冷漠说道 还有先前的威胁 看来你是真的不在意呀 我不会让你走的 你要杀死提督大人 便杀吧 与我有什么关系 虽然知道范贤是在攻心 但大小波看着 黑衣人手中的提督大人 依然是被这句话吓得不轻 而那些水师将领们 更是着急地乱叫了起来 黑衣人看了四周一眼 冷笑说道 你不在乎 有人在乎 至于你先前说的话 哼 我是个孤儿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对我好过 所以我不在乎 你事后将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杀死 范贤维维低头 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荒谬感 对面那个黑衣人 自然是影子 只是这一番谈判下来 倒似乎越演越像真的了 小白脸 快先下决定吧 看出了园内众人 无法对付自己 黑衣人冷漠地下了最后通知 手中的冷剑贴着手中 长坤的后颈 你把那三个字再说一遍 范贤双眼微眯 一股寒光射了过去 一根手指头冰冷 而杀意十足地指着黑衣人的脸 黑衣人张纯正准备说什么 范贤身在空中的手指头微颤 袖间一只黑弩化作黑光 无声刺去 黑衣人怪叫一声 根本来不及 用长坤挡住自己的身体 整个人往后一仰 身形极其怪异地 闪了两闪 躲过了这一记暗弩 但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间 范贤早已栖身而前 手指一弹 正弹在他的脉门之上 手腕一翻 便握住了黑衣人的手腕 甩 用大批官之事 行小手段之时 范贤自己都很满意这一招 整个人的右臂一抖 便将长坤的身体拉了回来 紧接着脚尖一点 与黑衣人纠缠到了一处 不过片刻功夫 两个人便从园内杀到了墙头 化作两套恐怖的黑影 以奇怪的速度厮杀着 剑出无风 全出无声 却是尽力四溢 将墙头那些弓箭手 震开了一个缺口 墙内党肖波早已经扑了过来 接住了水师提督 长坤的身体 监察院八名官员也不去相处 范贤 而是紧张无比地挡在了 党肖波身前 生怕再出几个刺客 将长达人杀死 那种紧急致意 十分明显 党肖波看着墙头的两道黑影 黄吉喊道 范大人 退下 放箭 放箭 不说范贤才将将把水师提督救回来 但以范贤自己的身份而言 这清朝的军士们 也没有人敢向他放箭 墙头一声爆喝 范贤肩头中了一箭 一口血喷了朱泪 而同时间 他身子一缩 靴中黑色鼻鼠出窍 直接插在了那名黑衣人的胸口 而此时 那些弓箭手 却很奇怪的阵形一乱 似乎有人在里面捣乱 将那个缺口变得更大了些 那名身受重伤的黑衣人捂着胸口 快速地掠过 挥箭斩了树人 便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几名水师将领 正要带兵去追 却发现 江州黑夜深沉 哪里还有刺客的踪迹 范贤捂着自己的左肩 有些恼怒于 影子居然下手 真的这么重 咳了两声 咳出些血丝来 用力狠的眼神 望了四周一眼 说道 都回来 不要追了 此时 水师将领们 有些不安 有些后怕 却都看着挡消波 当消波 眼神微闪 众媒说道 李斯大人有令 谁敢不听 听了这话 水师重将 才那那然 停止了追击 赶紧过来看 长坤长大人的伤势 范贤自然也走了过去 低头一看 只见长坤胸前的伤口 有些宽阔 不想可知 影子动的手脚 肯定是将自己 留下的伤口 遮掩得极好 此时的长坤 早已奄奄一息 有进气 没出气 似乎随时都可能死去 只是不知为何 偏偏还没有死透 都让开 范贤厌恶地 看了这些将领一眼 走了过去 党消波 看着老上司惨壮 正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想到 小范大人 还有个身份 乃是神医 心中便顿时 多了几分指望 范贤稍一查看 又搭了个脉 最后摇了摇头 还活着 救不回来了 其实哪里需要搭卖啊 人是他自己杀的 最后调命 也是他自己调的 长坤的情况 他最是清楚不过了 场中中将 如遭雷击 却知道小范大人 定不会说假话 不由面面相觑 根本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党消波的身体 摇了一摇 脸色惨白 很勉强地 稳住身形 却悄无声息地 换来一名亲随 在他的耳边 轻声说了几句 让那名亲随 赶紧出城 掉水师营中的官兵前来 此时场间 异常诡异 党消波虽然 也很感激 监察院的帮忙 但依然觉得 事有古怪 枪打着精神 对范贤 行了一礼 大人千金之体 下官 赶佩莫名 话还没有说完 范贤一日劫道 先前刺客逃走的时候 是怎么了 党消波心中一惊 心想 难道水师内部 也有刺客的内应 范贤转身 对惊魂未定的吴歌飞 冷冷说道 让你调到周军呢 马上关城门 大索凶手 同时 将这宅子包围起来 所有的水师士卒 下攻待神 不准一个人出这宅门 大人 两个声音同时响起 吴格飞是很快意地 接受了这个任务 而党消波 却是从范贤的这句话里边 感到了极大的不安 想出言反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